我们再来看看实质性程序 什么叫做实质性程序 我前面讲了实质性程序 它是我们所有程序里面最什么 最实质性的一个程序 我们只有根据这个程序 才能够对有关认定 它是不是错了 来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 所以无论评估的重大错法风险结果如何 注册会计都应当针对 所有重大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实质性程序 也就是实质性程序是必须的 但是你要注意 是不是对每一笔业务都要做实质程序 不是的啊 我们一般是对所有重大类别的 就说你小金额的 那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去查 但重大类别的 这个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要实施实质程序 实质性程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查账 我们只有根据查账的结果才能对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你能不能根据了解内部控制 了解备程序的机器环境和控制设施结果 那发表意见啊 对财务报表 就像你考试一样 你考了一个高分 徐老师说怀疑你 严重怀疑你是考试的时候做了手脚 你平时的学习不咋的 平时我提问呢 你也没什么反应 你凭什么你考试就考这么高的分 是吧 我严重怀疑你考试的时候 是不是 你眼睛涨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我能不能说你是舞弊呢 说你考了那么高的高分 我就还是认为你考试通不过 那你就会说 你徐老师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 考试舞弊了呢 没有足够的证据 我要认为他是舞弊 一定要找他 直接舞弊的直接证据 才能得出结论 我只能说他有舞弊的可能性 是不是 要舞弊的可能性 你要直接认为他是舞弊 一定要找他舞弊的直接证据 这样他就不敢狡辩了 是不是这样呢 实际程序就是这个 最实际程序 就要找到他狡辩的这个证据 最实际程序 所以我们看啊 我们实施实际程序 是根据什么 我们前面讲的是根据重大错法风险来确定的啊 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首先要确定 要确定一个可接受审计风险 然后根据评估的重大错法风险 假设评估的重大错法风险越高 某一个认定的啊 评估的重大错法风险越高 那么可接受的什么 检查风险越低 那么对实际程序的可靠性要求就高 也说你错的可能性越大 那么约依赖什么 实际程序 所以在可接受审计风险一定情况下 评估的重大错法风险越高 那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就越低 既对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可靠性要求就高 那么应该获取充分适量的审计证据 以降低审计风险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也就是我们的实际程序的要求了高 直接来获取审计证据 来形成审计结论 来降低审计风险 以合理保证的 我可以合理保证 我足够证据证明你是舞弊 是不是 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了 所以实际程序 它是用于发现认定层次重大错暴的 一种审计程序 再不是想了解内部控制和控制设施 它是来评估重大错暴风险的 这个直接就认定的是重大错暴 就是认定的是重大错暴 那么实际程序有两种 一种是针对各类交易账户预额 披露的细节测试 这个细节测试 这个程序 还有一种是什么叫做实际分析程序 我们前面讲分析程序跟你讲过了 这个实际分析程序是把分析程序用作什么 实际程序的 用作实际程序我们把它叫做实际分析程序 一般的分析程序都是在评估重大错暴风险的 那是必须要用的是吧 但是实际程序它是有条件的时候用 因为它必须要有什么数据要可靠啊 要有稳定的预期 要有稳定的预期关系啊 那才能采用什么实际分析程序 把这个分析程序用作实际程序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针对同样一个业务 我们来采用细节测试 和采用实际分析程序它的区别 它的特征有什么不一样 什么叫做细节测试呢 细节测试是对 各类交易账户以外披露的具体细节 我们要去检查每一别的它的原始凭证 所以目的在于直接识别 看到吗 直接识别这一笔业务 是否存在错报 我们 以这个 美宁公司啊 美宁公司下面有个封电公司 全链营业收入是 2000万 啊 是2000万 那么 有200笔业务构成 我们看怎么做细节测试啊 注册客人决定抽20笔业务请检查 其中有一笔 20笔中其中有一笔啊 你当然20笔都要检查我这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其中有一笔200万的销售 注册客人检查了与该业务相关的合同 检查一定要检查这细节啊合同供电记录的原始评证 并向用电单位置函 要对方来确论 他是不是什么 用了这么多电 啊用了这封电公司的电 是吧 等程序来验证这一笔业务 啊这笔200万的销售 啊你其他 其他的19笔也是这样一笔一笔去查 所以细节测试一定是针对每一笔业务去查 别查他的 相当于我们记录这笔业务的 他的 记账评证原始评证 这要查他的细节 这种呢是能够直接认定 你这个业务是不是错报的 就是知道是哪一笔业务记错了 可以知道哪一笔业务记错了 是不是 那么呢实际分析程序呢 我们看啊他主要是研究数据之间的 关系来评价这个信息 根据数据之间关系 只是将该技术的方法用作实际程序 以识别 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相关论定是否存在错报 我们原来的分析程序是研究数据之间的关系 来看他有没有异常的可能性 来识别重大错报风险 我们现在是什么 来什么 来识别 这个论定有没有错报 同样这个例子啊 美宁 风电公司全年营业收入是2000万 有 2000比业务构成 假设2000比业务构成 是吧 那么 注册款就是根据供电记录 和供电单价也就是说 供电记录有多少度 是不是 啊你全年生产了有多少 供了多少度 生产多少度的电 因为他没存货吧 那么有供电单价 供电单价 啊这个单价也是固定的啊 国家统一规定 啊假设供电单价 那么就是供电的度数 乘上的单价 计算出全年的收入 是2020万 你账上去的是 2000万 那基本上我们认为的 这个 20万呢对2000万来说 应该不是一个重大错报 我们就认为 他的什么营业收入 没有不出现重大错报 那假设 我们分析发现他只有一千万呢 那我们就认为你的 收入 多起来1000万 那你记得2000万 实际上我们根据你的供电记录和你单价算出来你只有一千万 这里面就要注意 这供电记录一定这个数据可靠 这个单价也是 他就是与这个收入有稳定的预期关系 就是供电 记录乘上这个单价 就等于这个 收入 是吧 所以呢他第一他运用的时候一定要有 有这样一个种 数据要可靠 有稳定的预期关系 你才能够认为他的营业收入就是2020万 是不是 第二他运用的还有 你看我假设我说我们算出来只有一千万 只有一千万收入你站上去2000万 那证明你多记了 我就认为你多记了一千万 但是我知不知道是哪几比业务多记的呢 不知道 我只知道推断你这个错报你是多记了一千万 是不是 你被谁来问你跟我解释一下 是什么问题 有的时候呢 如果他使不承认 你说你供电记录没问题吧 供电单价也没问题吧 你给我看看哪个地方有问题 如果他再不承认 那我就采用细节测试我直接 把他拿一笔业务错报找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呢 对于 有些 情况我们可能要实际 分析程序和 细节测试要结合使用 要结合使用 知道吗 所以 细节测试他一定是正在每一笔业务进行测试 你测试结果完之后你知道是哪一笔业务记错了 而实际分析程序他是汇总的 他这一种汇总的一种程序 他这样呢 省记的效率要非常高 有的时候呢 这个你 没有其他辩驳的 这就你这个记录没问题 这个供电单价没问题 那就你的收入就要记得是多记了 有的时候他这种呢 更能够发现错报 更能获取充分上那审计证据 知道吗 他的效率也比较高 但是他是运用时有条件的不是每 不是的 每一个项目都可以采用这样的 分析程序的 是不是但是细节测试 一般适用于所有的项目 因为实际分析程序他是一种汇总的记录 他这汇总的检查不是一笔一笔业务检查 他运用时有条件的必须要数据可靠要有稳定的预期关系 并且来业务量要大 业务量少我就一笔一笔去查不 更好吗 你就前年就20笔业务 那我就一笔一笔业务去查了更好一些 直接 就找到你哪一笔业务是错报你都不敢 狡辩 是不是 所以呢这就是跟大家讲了 我们 实际程序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细节测试 一种是实际分析程序 他们呢也是有 区别的啊有的时候呢会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所以我们看 细节测试 和实际分析程序他有实用性的啊 细节测试适用于对各类交易你看对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 这个认定的测试 尤其是对存在和发生的认定呢 计价 认定的这个测试 对一段时期对存在可预期关系的大量交易你看大量的交易 有 稳定的预期关系的 有稳定预期关系的 注册关系可以考虑 实际分析程序 你是可以考虑 是吧 实际分析程序 他有条件 这是有条件你才可以考虑 实际分析程序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实际程序的性质啊有两种一种细节测试一种实际分析程序 那我们再看实际程序的时间 那注册关系师是不是说一定要在其中呢做实际程序我们跟他控制测试 他是一般都在其中 那进行 因为控制内部控制像能的性格一样其中的控制测试结果呢 跟全能的一般没有发生很大变化 我一到十月份测试了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呢我可能预期 可以利用 之前的测试结果 因为他变化一般都很少的 除非是直系能发生变化呀 系统发生变化 控制方式发生变化呀等等是吧 但是呢 我们说 这个会计记录呢 你能不能说十月份测试结果是可靠的 那你就认为十二月份 十二月底是数据可靠的 那不能这样说 那不能这样说 是吧你直接要 十一月份假设 我们 这个认为这个 存货记录是正确的 那你就不能认为十二月份 你十月份你做了盘点 因为他存货记录 暂时相复的 你就不能认为 十二月三十一号 他账不记录 和他参加使务是一样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利用七中设施结果 七中设施结果但是呢我们一定要 假设我十月十一月份对这个存货盘点过 那我可能 利用十一月份底的盘点结果 然后把十二月份 你购进来的 把它什么 把它 加上去 那么销售出去了把它剪掉 就可以什么 推算出 十二月三十一号的存货 这就可以利用 这个利用呢 一定要把 一定要是吗 你要保证十二月份的记录是可靠的 如果这个企业的内部控制做的很差 很难保证十二月份的 他的记录是可靠的 那你就不能通过十一月底的 监盘结果 推算到什么 十二月份 所以这时候注册会计师 你可能在七中实施实证程序 注册会计考虑是否在七中实施实证程序时 主要考虑下的因素 第一控制环境 和其他相关控制 如果这个控制环境比较薄罗 你很难把这十二月份记录是可靠的 所以注册会计约不易在七中实施 实证程序 那你就尽量在十二月三十一号 来监盘 来获取这个重获 他存在的审计证据 评估的重大错保风险也是一样啊 这就跟控制环境是一样的 评估的重大错保风险也越高 那对该 任地所获取的审计证据 相关性可靠性要求也越高 那么我们 尽量把这个程序 安排在什么 期末 或接近期末 就不要 在这个期中来实施 是吗 我们更相信期末的结果 这就是特定类别的交易账户与额及相关认定 有些账户的性质就决定了 他只能在期中来进行 期末来做的 那坏账准备计题 我们只有在期末的时候集体坏账准备 工与价值的计量 收入的节制 未决诉讼 你只有到12月31号之后他没有判决 你才知道是未决诉讼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必须在期末来进行 这是用业务的性质来决定了 就认定的性质 就这个认定的性质决定了 你只能在期末来获取 这个证据 所以这时候你只能在 期末来实施实证程序 在于实施 实证程序的目的 你如果是为了 就是如果针对某项认定实施实证程序的目的 就包括获取该认定在其中的审计证据 从而想与期末去情比较 那么你可以在期中来实施实证程序 是不是 你是本身想利用期中 跟期末来比较 看到一些变化 那你当然你有些程序可以在期中 你只要你猜好比较 然后呢 实施审计程序所需要的 期中之后的可获得信 你期中之后能不能获取某些证据 有些期中之后不能获取 那就是我们就利用期中 也就是说如果实施实证程序所需的信息 在期中之后 获取 并不存在明显的困难 该因素不应成为注册官司在期中 实施实证程序的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 你如果期外能够获取的 你就尽量不要留 期中的 这个证据 有的只能在期中实施的 那就 只能在期中 在这剩余期间 剩余期间呢 也不能太长了啊 你说 我说一个最特例 我七处的证据 七处证据 我能不能说根据上期 盘点的结果我推断 本期的盘点结果能不能 那其中这个生育期间太长了这个中间会发生很多错报 是吗 你的收 增加了存货 减少存货 这个数据还不可靠 你不能推算到 通过七处推算到期末 那很困难的 所以这个生育期间呢什么 你就看 这个生育期间这个期中在什么时候 生育期间不能太长 如果太长就不能在期中 来进行 所以如何考虑期中的证据 如果注册官司 在期中实施了实证程序 那你就要 注意哦 你对我们假设 我刚才说了 11月30号 我们肩盘了 我们要推算到什么 12月31号 12月31号 是不是这样啊 那你一定要 对生育期间 就是 12月1号到 12月31号这个生育期间 要实施进一步生育程序 这进一步生育程序呢 就是你可能 全部采用 实施程序 或者将实施程序 和控制设施结合起来使用 如果这业务量大 你就呢 两个结合起来使用 中的如果是预期内部控制有效的啊 你就结合使用 但是你预期内部控制 无效或者是真的特别风险呢 那这时候 注册官司就要考虑 在期末和接近期末来实施 实施程序了 那你就不能说 这个什么 因为他重大措法很高 那我就 尽量在期末来实施 就不要采用什么 考虑期中 这整审计证据了 如果他重大措法风险很低 我在期中实施的审计程序 我可以把期中的结果11月30号 盘点监盘的结果推上到12月31号 那你一定要对 就说要这生育期间什么叫生育期间 就是11月30号到12月31号这叫生育期间要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这进一步审计程序了我可以 将实施程序和控制设施结合起来使用 如果 我 信赖这项内部控制 这重大措法风险很低我可以了 因为这业务量 相对来说比较多我就可以是吗 少抽差 少查一些实施程序 如果重大措法风险相对高的话那我就得11月30号到12月34号 每一笔业务期进行检查 这就是呢我们如何来利用期中的审计证据 如果是以前的审计证据呢 刚才说了啊 你去年底做了重货键盘 你今年呢 你能不能根据去年的建盘结果来推上到今年 那一般不能了啊是吧因为时间间隔太长了 内部控制变换这个重大措法风险的也 也很难把握 所以如果以前 审计中实施了实证程序或是审计证据 通常在本期只有很多的证据例 或者没有证据例 不足以应对本期的 重大措法风险 除非是某些他没有变化的 像实收资本 今年确实没有什么 没有新的股东投资 你了解一下没有 是吧 那就是呢可以利用 上期的 股本 就是今年的财务800是个股本 这样的业务很少的啊 一般如果是 本期发生了业务了的 你还是要 在本期来获取证据 你不能通过上期测试的结果 来证明什么 本期的 这个 他的结果 那再看实证程序的范围 就说我们查账的量 与什么因素有关 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相关 那重大挫暴风险越高 那我们实证程序是不是要多查一点账啊 这个没问题吧 再就是与 控制设施结果相关 这实际上与 评估的重大挫暴风险相关因为控制设施结果 他就是来评估这个内部控制运气有效性 来评估这个认定有没有挫暴的 所以对控制测试结果满意 满意 就是什么 这内部控制运气有效的 注册方式应当考虑缩小实证程序的范围 这才是我们 为什么对控制测试 为什么对内部控制测试的一个主要目的 想提高省级效率 因为实证程序的 往往成本呢 比较高花的时间比较多 我们想通过内部控制能不能缩小我们一下 实证程序的范围呢 减少 降低省级成本呢 是不是 这是我们对控制测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我们呢 基本上把这个风险应对的这个整个过程就讲完了啊 如果以内部控制相关从了解内部控制 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一定要做穿性测试 在穿性测试的时候我们要看 内部控制设计是否合理是否得到执行 如果设计合理并且得到执行 我们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就预期这个内部控制有效的 那么我们就 一定要做控制设施 那证实一下这个内部控制 是否运行有效 如果运行有效 那么 我要确定 对实证程序的要求 如果内心 如果控制设施无效 那证明这项内部控制 不值得信赖 那我要对 实证程序的要求更高一些 是不是 也就是控制设施结果 就决定了 我们对实证程序要求 了解内部控制决定了我们做不做控制设施 控制设施结果 决定了我们实证程序要求 实证程序就发现错报 同时 也可以 对我们原来的 重大错报风险评估呢 要得出结论 原来认为重大错报风险比较低的通过了解内部控制 控制设施 我是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认为他 控制设施结果也表明这个内部控制运行良好 但是 实证程序发现很多错报 那说明我们之前的 对内部控制评价 和重大错报风险评估 可能出来问题 我们对这时候呢要什么 要重估风险 要修改我们的实证程序 来获取更多的省级证据形成省级结论 对财务报表 发表省级意见 谢谢大家 请订阅 欢迎订阅 请订阅 欢迎订阅 给财务报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